哈囉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分享 美國的小費文化對於一個觀光科來說有多困難 我今天本來想一次分享完 我在紐約遇到的所有趨勢 結果光小費的部分我就寫 我就寫大概這麼長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抱怨小費的部分就好 如果你沒有去過美國的話 基本上美國的小費就是等於一定要給 你在紐約搭計程車如果是使用信用卡付款的話 那個付款螢幕上第一個跳出來的頁面就是問你要給多少小費 這個頁面可不可以按什麼skip這樣直接跳過的喔 你必須不管他服務多爛 你都至少要輸入0.1塊美金 然後才可以進到下一個付款頁面 而且你給他0.1塊的小費基本上就在跟他說 Your service is shit 你下車之後最好趕快跑進建築物裡面避難 因為那個司機真的有可能會開車會這樣撞你 那你說到餐廳吃飯我可以不要給小費嗎 我不用信用卡付款我用現金付款 我可不可以不用給小費 你當然也可以不給 但是這就很像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你前面有一個老奶奶在你面前跌倒了 然後你就直接從旁邊這樣 walk away 就留一個老奶奶在地上這樣 呃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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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不去服她 但是大家都會覺得你很急吧 當然美國小費文化因為要客人多付錢 所以當然還是會有觀光客或本店會抱怨說就是 啊這個餐廳的服務生根本就沒有什麼服務啊 為什麼我還要給他消費 我為什麼要為沒有服務的服務付服務費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抱怨 導致在美國的餐廳 即使你只是靜靜的坐在你的座位上面吃飯 餐廳的服務生還是會非常頻繁的過來關切你過的還好嗎 就是顯得他沒有在關心你 美國餐廳的服務生真的是 每15分鐘就要走過來然後問你一次說 Hi how's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okay Can I get you anything How's your meal How's the steak How's the fish How's your drink How's your mom 我真的已經回到我不知道我還可以講什麼 真的像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每看15分鐘就要有一個服務人員走過來問你說 Hello 請問電影還好看嗎 您覺得有什麼情節上需要調整的地方嗎 請問我可以幫你做哪些事情讓你在觀影的時候可以更加舒適呢 你可以離開我的視線 不要再來煩我 我知道這對於本店來說是一個非常吸引為常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來說 真的像每15分鐘我就要考一次英文口說一樣 呃...呃... Everything's perfect Thank you The steak is very juicy I...I like its flavor I...I'm good We are good Thank you My mom's doing great Thanks for asking 而且真的有人會在服務生來問他說 How's everything的時候跟他講他真實的感想嗎 Hi how's everything This steak is rotten Great Enjoy it 我如果真的跟他發生食物很難吃 請問我除了可以得到奧客的稱號之外 我還能得到什麼 我不懂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很想就是請他不要再來了 可是這樣 這樣請的我很沒禮貌 畢竟人家也是好心來問 就像你去外婆家的時候 外婆問你說要不要吃他切好的水果 你總不能跟他說 留著自己吃吧老太婆 別煩我 外婆直接拿掃把把你趕出家門 我跟你講 影片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 在美國的小費要怎麼給 然後這部影片 根據有交易意涵 如果你是付現金的話 那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你直接算好你要給多少錢 然後在結帳的時候 直接把他錢給他就好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光客的錢帽裡面 就是只會有10元或者20元的大鈔 如果我們每一餐小費都是 10塊10塊美金這樣給我們 遲早會破產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學會 請他找錢的時候 找給我們小面額的鈔票的英文 要怎麼講 我們在用大鈔結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Excuse me Can you break it into 5 billes? 意思就是你可不可以把這張鈔票 拆成5塊錢給我 或者是說你可不可以找回我5塊錢鈔票 你也可以把後面5 billes 換成1 billes 或者是10 billes 或者是一張10 billes 然後5張1 billes 都可以取決於你想要給的小費金額而定 不要再只會說 You can keep the change 了 你吃5塊錢的餐點 然後給他20元大鈔 跟他說 You can keep the change 哇你大富豪耶 我上次去撿30塊的頭髮 但我只有50元大鈔 然後我就會講 You can keep the change 所以我就只好給 600塊台幣的小費給他 很有面子 而且錢包大噴血 所以現在你學會了 Can you break uhuh into blank bills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幾元鈔 拆成幾元鈔 你們不覺得這個劇情 在台灣實在太過冷門了嗎 要不是我朋友跟我說可以這樣講 不然我 我這一聲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劇情 我聽到break into 我就會想要拿起磚斗 砸爛某人家的窗戶 然後闖進去 我不知道這可以用到在找錢上面 實在太神奇了 英文真的好奧妙 ok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美國會有小費文化最大眾的說法就是 因為美國餐廳服務生的基本工資偏低 所以他們就需要透過客人給小費 來彌補他們比較低的工資 同時也可以獎勵服務生去給出更好的服務 當然我相信去過美國的觀光客 對於美國的小費制度 心裡都會有正反不一的評價 但還是記得那畢竟是人家的文化 而且已經行之勇女了 所以以後大家到美國 希望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到美國不會再因為不會給小費而遭店員白眼了 然後如果你遇到特別好的服務 也可以多給一點小費 你直接給他五十元抄 跟他說 I'm from Taiwan We are used to spread money to maintain our international dignity Yeah just take it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影片 不要忘了點個喜歡 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所有 想去美國的朋友 OK 掰掰 OK 再見 OK 再見 OK 再見